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慢地转过脸去 目无表情地完成了老师要求的规定动作 显得莫名其妙又无奈 在那个抖音视频的留言区 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但是该老师不断回复网友 声称自己是他的女朋友 愿意等他十年 该幼师的抖音账户名为一只小胖 有21.2万粉丝 获赞270万 网友曝光的另一段视频显示 该幼师在其发布的抖音视频中 亲吻了一名幼儿园男学生的脸 同时在视频标题评论区中自称为幼儿园内男学生的女朋友 接到网友举报后 南洋警方介入调查 警方称 相关视频于2019年12月2日在抖音上发布 当时摄氏幼师带着班里学生在院里玩游戏 班里一名学生表现良好 摄氏幼师要奖励该学生亲自己脸蛋一下 谁知学生亲到了摄氏幼师的嘴唇 他正好用手机把当时的情景录了下来 证明老师也没有多想 就把视频发到了抖音上 警方的调查结论是 该名幼师没有猥亵学生的嫌疑 警方表示 这段视频的截图发到了微博上 在网络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摄氏幼师在抖音评论上说是他男朋友之类的话 只是开玩笑 经询问幼儿园园园长等人 均表示 该名老师思想单纯 热爱学生 深受孩子喜爱 摄氏幼师喜欢拍小视频记录孩子们的快乐瞬间 并没有猥亵儿童的行为 并且该名男生的母亲对此事表示理解 表示如果有需要 愿意出来澄清此事 但是广大网友纷纷表示不能接受 视频中显示的内容铁证如山 并不是如他所说的 让学生亲脸蛋却亲到了嘴唇 而是蓄意叫缩 撩拨 甚至半强迫 再说 奖励学生一定要用让小孩子亲吻的方式吗 这对小男孩来说算哪门子奖励 看那个小男孩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给他把滋水枪都比这个亲吻奖励要强得多 视频内容与他自己和警方以及国内媒体的情况描述完全不符 从他发的多个视频上看 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也不止做过一个小男孩的女朋友了 他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愤怒 不断有网友怒斥 禽兽 助手 放开那个孩子 有本事冲我来 也有网友列出了中国幼儿园常见的老师猥亵幼童案 近期的比如上海青浦实验幼儿园总员男性科学老师让女童舔棒棒糖 有心理学家表示 5岁左右的小孩已经有了性启蒙意识 该名老师这样的行为可能给他们一生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有可能导致其一生的行为出现偏差 但是法律界人士指出 猥亵儿童罪在中国特指女性儿童 在构成罪名方面 如果少女未满14周岁 构成的是猥亵儿童罪 如果已满14周岁 构成的是强制猥亵罪 在量刑方面 这两个罪名都在除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所以从法律方面看 这个女老师可能真的不违法 但对于这样的行为 心理学家 教育专家和法律专家应该同时关注 中国的法律也应该予以修订 如果这名老师借这种行为来获取关注变成网红 那更是不道德的 7月10日 从南洋市唐河县教育局办公室获悉 该名设施诱师已被开除 对于网友反映的情况 县教育局高度重视 目前已经成立了领导小组在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目前该名老师的抖音账号已被设为私密账号 需要关注以后经对方同意才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